很多人經常說做人要有良心 那究竟良心是怎樣定義呢 我自己覺得 就是一定要有公義和正義作為做事的原則 加上做任何事都要對得人對得自己 上天給了兩樣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就是天生我才必有勇 第二就是我們的良心 如果一個人能夠出賣良心 或者出賣良知的話 就壞事做盡好事不為 最終他不僅輸了全世界 而是輸了自己 我們今天訪問的嘉賓呢 他從事了銀行業三十年 在業界可以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在行內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 在同事之間的印象就是一個非常能幹 而有良心的老闆 是一個好老闆 今天的嘉賓就是黃東成先生 Peter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這個以時相聚的節目 就邀請很多不同界別的朋友 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你是唯一一個銀行家我們邀請的 當然作為一個銀行家 我們最想知道的就是 你為何入行呢 為何你參加銀行呢 我自己也是做過銀行 想聽聽你的經歷 嗨 Fred哥 早晨 早晨 入銀行其實我當時沒有什麼計劃 只不過在讀書回來香港的時候 第一份工作就在非銀行的地方做 你做過非銀行的 沒錯 不是一入行就做銀行的 不是 但是做了一年 然後就有個… 做什麼呢 那時候在一間石油公司做 做這個區域分析員 但是就覺得在香港裡面 我就沒有什麼相識的人 如果做區域 經常飛來飛去 是 就想認識多一點回香港的朋友 剛剛有個朋友就說 這個… 有一間銀行邀請員工 我就去試 一試就試到 沒有什麼做了17年 那時候你轉去那間銀行 做了那麼多選擇 為什麼你特地選那間 有什麼… 就是你選擇那個僱主 有什麼想法的當時 其實最重要是那個品牌 當時我那間銀行的品牌 是在這個培訓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就是一流的 就是無論那些人在… 總之從那間銀行出來 就很受這個社會的商界的歡迎 所以那個品牌是最重要的 那它們的工資是否低於其他 就是所謂品牌沒有那麼好的銀行 都不是的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是… 很難進入 如果這樣說 人工也好 品牌也好 那你進去當然很聰明才能進去 那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們這些年輕人 你怎樣進入到這間品牌 這麼好的銀行 當然了 你現在的僱主品牌更加好 但是你說說你的上位經驗可以嗎 上位經驗其實我想跟少年說的 最重要是勤力 謙虛 還有團體的精神 其實如果你有基本這三樣東西 其實就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如果你能夠加上 就是你能夠的溝通能力高 因為現在的小孩子經常對著互聯網 就可能削弱了他們的溝通能力 如果他們的溝通能力是比較高的時候 那你的優勢更加好 剛才你提過三點 就是勤力 就是要謙虛 還有有溝通的能力 那我三點都很認同 那麼謙虛怎樣學習呢 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 一個很重要的溝通的方法 因為老實說很簡單 一個明星 如果你說你想跟他握手 他不願意跟你握手 擺一副不好的樣子出來 或者他人於千里之外 另外一個明星 他願意跟你握手 願意跟你親近 那你自然就會跟他好 對他印象好很多 還有當你謙虛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錯的 就是你能夠勤力 做事做得好 你謙虛 始終人們會想親近你 像你老哥一樣 謝謝 所以說的時候 就算今時今日你退休 很多人打電話給你 我也經常打電話給你 謝謝 希望你出來打高球 就是做官也很謙虛 所以說的時候 我覺得謙虛是不會錯的 而當你是人與人之間 如果你是謙虛的時候 始終別人對你的感覺會好很多 Peter哥這一番說話 年輕人真的要學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搞亂了謙虛和所謂自信 他們以為自信是要擺一個款式出來 就是我很厲害 我經常見到有這樣的問題 你銀行這麼多年 實在見過很多年輕人 可不可以講一些例子給我們聽 有些什麼年輕人 是令到你去聘請他的過程之中 你覺得這個人真的不應該聘請 或者有些人你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應該聘請 雖然他的經驗未必是很適合 但後來原來真的發掘到這個人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這些經驗 可以 我覺得有很多年輕人 譬如第一 他來到應徵的時候 他的態度如何 其實是這個言行舉動也很厲害 他穿衣服如何 如果他是來到應徵他對你的公司 有沒有作出一些研究 那就代表他的一些誠意 第二件事就是這些年輕人來到的時候 他們到底是對社會裡面發生的事 他有沒有作出一些研究 一些感覺 有時候很多時候聊天的事就是 你一個人的心胸夠不夠闊 眼光夠不夠闊 你看他其實對社會的一些看法 是看得到的 有很多年輕人來到的時候 有些人騙手都不會騙的 就是跟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去大學教一些年輕人 你去應徵 騙手的時候用力一點 不要像這樣 又不要捏到那個… 那個人騙手 代表有些誠意 最重要的 還有握手的時候 一定要看著對方的眼睛 千奇眼光不要拿開 真的很好 還有要誠懇的感受 對 代表一個誠意 我記得我請過一個小孩子 他根本完全不是讀雙科 他好像是讀化學的 化學 他來到 我覺得我跟他聊天 他說話就是溝通能力很強 你問他一些問題 他也是很清楚可以回答你 即使他不懂得回答你 他直接說 我對這個問題我不清楚 我讀的不是這一科 但我可以去作出研究 再跟你說 我覺得這些是比較坦誠 和這個比較直接 和你也是從他的談吐之中 覺得他是可以學到東西的人 那麼就聘請了他 今時今日他開始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他學銀行的東西 學到哭 直接回到我認識他爸爸媽媽 他告訴我他哭 但是後來就說慢慢慢慢學上去 現在就是做得很好 一個很高級的主管 所以來說有時候做這個商 你不一定要讀雙科才能進入 完全同意 你剛才提到這個勤力 這個謙虛 還有就是溝通 是 謙虛是一個態度 是吧 勤力也是一個態度 溝通 我相信是可以學一下的 在不同的場合或者課程都可以學一下 在這方面你有什麼提示給我們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年輕人多一些 有一些團體的生活 因為現在就是經常都是用互聯網 電腦 因為電腦來說的時候 你一按鍵 電腦一定要反映 對 不對 馬上有 其實是把你的耐性減低了 因為你會馬上反映 有時候跟其他人溝通的時候 你未必有即時的反映 你也未必一定那個人的反映 是適合你的看法 所以你多點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就可以跟你 當你跟電腦接觸得多 再跟別人接觸的時候 你有一個平衡一點的看法 姑且物論一件事 你是迫到他做了出來 或者他自願做了出來 你不需要你的動機 總之就是說他是做了出來 他是能夠一群人的 那就夠了 你為什麼需要研究他 到底他有什麼動機 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你既定下來的目標 你有沒有達到 最重要是這樣的 年輕人能夠突圍而出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要有膽識和創意 因為他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後 就會令人另眼相看 你有沒有嘗試過轉危危機的經驗 有的 因為在第一間銀行做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就是擠提 那次擠提其實就離得很快 我記得是一個星期三 下午開始的 其中一間分行就有人在排隊 然後就突然之間 其他分行有人排隊 所以我們就應急就立刻做很多 就是要多拿一些現金 又要跟總部溝通 我們應該怎樣去應變 所以在過程之中的時候 其實轉危危機就是 讓客戶看到我們 就是處理這件事 就有條不紋 還有在我們分行之中的員工 有些真的很年輕 十幾歲 二十歲左右做前桌的櫃 他們真的是 那些客人來排山倒海地來 他們應付得很好 還有就是這個 又沒有怕 所以那時候 經過了這件事 那些客戶對我們的看法 那個品牌真的很好 還有我們前線員工 那些士氣大增 因為整個過程之中 完全都沒有問題出現 因為銀行擠堤在香港 就很少發生的 就是沒有過這個經驗 但都處理得這麼好 是很難得的事情 是啊 那次差不多 那次都是我自己 第一次的經驗 有很多事情發生了的時候 到今天說回來 就好像很好玩 但是當時發生的時候 真的可以說是說 每走一步都不知道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因為那家銀行 跟自己本身的培訓好 所以那些人就變成了 就是比較處事 就是有條不紋 但是會不會跟管理階層有關係 可能當時你們管理階層 那些人會不會說很不知所措 還有指示很清晰 所以前線的員工配合上來 就容易一些 這是有關係 因為我們晚上就跟總部 在外國聊天 就說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 就是那個策略最重要就是 什麼人進來銀行要拿錢 我們要全數給他 不可以是說 有一些銀行就說 我給二萬元現金 其他就用這個 用帳號給他 那就不行 我們一定要全數給他 這個策略上是很清晰的 很安心的 沒錯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每天都 我們先設立一個總部 這個總部就是收集所有的消息 以及最重要就是收集傳媒的消息 傳媒怎樣看法 他們的電視機在哪裡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電視機在哪裡很重要 譬如中環我們怎樣 就是最後一天我們就不讓人排隊 把他們的人拿去第二間大廈裡面 讓他們坐得舒舒服服 我們給他醜 給他喝汽水 給他吃東西 還有有冷氣 讓他們不用在街上排隊 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那些電視台去影道那間分行 目見都沒有人排隊 有人龍 對 就變成了 看著看著就好像很安心 一會兒 由星期三開始 就這個擠題 接著星期五就完了 中間處理的手法有很多 尤其是我們又開了一個倉庫 把倉庫裡面的錢 我們拍了一張照片 登了在報紙上 你來拿吧 如果你真的要來拿 你就來拿吧 還有經過一些特別的安排 還有政府在後面說 應該這間銀行沒問題 所以說的時候 變成慢慢的平息了 最近有些言論說 叫企業不要所謂賺到盡 你對這些言論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怎樣為之叫賺到盡 我其實這件事都是有些不同 我不明白 就是說不要賺到盡 還有你賺了錢之後 你是做適當的一些社會的貢獻 這個分界是怎樣 如果《舊約聖經》有一個原則 因為那時候農業社會 他說收割的時候 車一路載入收割的東西之後 跌到地就不要收拾 等那些孤兒寡婦 在後面跟著的車 就可以收拾這些做食物 但這是一個這樣的制度 但是商業社會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說 我現在提款拿100元 擠下兩元給窮人拿 當然一定是商業運作賺的錢 然後怎樣回饋社會 做一些周制貧窮人的工作 我想這應該是今天企業的責任 但是那個人批評賺到盡 甚至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定義 我們每個月在開會 就是說我們是捐錢 去給哪些不同的慈善 或者是做一些 譬如說我們是專門做教育 吳青人 有一些是捐給一些慈善 是那些長者 環保 譬如我們定了這些之後 我們就會每年賺的錢 我們撥些出來 然後就會回饋社會 我自己覺得就是 如果每一間公司能夠這樣做就好 有些市民或者有些人的 批評的觀點會覺得這樣 撥些出來你是象徵式地 不斷地撥些出來 還是很有心地去做一些社會服務 最初就是質疑動機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就是 孤且物論一件事 你是迫到他做了出來 或者他自願做了出來 你不需要理會他的動機 總之他說他是做了出來 他是能夠益到一群人 那就夠了 你為什麼需要研究他 到底他是什麼動機 是什麼什麼呢 譬如說如果今時今日 如果你要捐一筆錢出來 這一筆錢是要救一群窮人的 這筆錢你有了享受 救到這群窮人 你為什麼要理會他 到底那個動機是說 我只是做一下 做一下show 我只是 顧名釣魚 你理會他幹嘛 你是需要這筆錢去救那群窮人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 你要全世界人 都要有一個好的動機 那你怎麼去測量這個動機 你怎麼說這個動機好還是不好 你可以經常說 不夠多 不夠好 不夠快 經常都可以說這幾句話 始終是 其實最重要是 你既定下來的目標 你有沒有達到 最重要是 你怎麼看最近 我看到很多傳媒報道說 現在我們香港有個 受傷的情況 我看到那個受傷 不是針對這些大機構 但是這個現象 你覺得是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現象 當然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其實就是一個貧富懸殊 始終是有一個問題存在 譬如好像現在說 人民幣不斷上升 但是我們香港大部分的貨 吃東西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由內地入香港 再加上中間人 利潤要再增加 其實那些食物就一直不斷上升 通脹呢 通脹 變成有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收入比較低的人 購買力一直是低的 生活越來越艱難 生活越來越艱難 這是無可厚非的事 但是到底是怎樣 將社會的資源再去調配過 我覺得這些有很多是一些政策 無論你是水修上的政策 或者你是怎樣去將一些資源的調配 由從一 我想你做政府最厲害的這件事 總之是怎樣去調配這些資源 由這裡調配到別的地方 或者是幫窮人這樣 我覺得這些就是一些政策上的問題 我想你可以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是…今天我訪問你 我的人生的哲學 做每一份工作 都是在工作崗位做到最好 不好的話 今天做這個位置 就已經想到第二個位置 如果公司覺得你做得好 覺得你有一個能力繼續上 他們自然會做這個 很多年輕人都想知道成功的感樂 其實要成功有很多因素 但是我覺得一個廣闊的視野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廣闊的視野 就未必在書本 或者在互聯網找到 最重要是你自己 關心你身邊發生的事情 關心國家的事情 關心國際發生的事情 如果有這個廣闊的視野的話 對你們的成功之路 肯定會有幫助 那你對這個領袖的風範 你會怎樣定義 會怎樣看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個領袖的方面 一定要是 眼光要比較長遠一些 胸襟比較闊 還有眼界 但也要比較闊 只是要對多些不同的事情 都要有一個形式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運用人才 我自己做CEO的位置 其實我有三個很大的哲學 第一個哲學就是 我要最好的人幫我做事 大家都想 但很難找 有很多人記財 對不起 牧師 有很多人不想找最擅長的人 去做事 因為是記財 所以Peter說這一點 其實說出來就好像很容易 很容易 但你做的時候 你同意嗎 不是那麼容易 特別是商界 對 特別是商界 如果有人比你厲害 你真的怕自己的地位不保 對 其實我覺得 當你有好的人才 其實是給自己一個動力 因為我下面有些人做得好 我自己要繼續提升自己 第二件事 就是要盡量在市場上 要拿這個市場佔有率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最重要 自己把自己公司的品牌 要做得最好 其實這三件事是雙虎雙成的 你有好人 你一定要 你應該 你就應該 你私出做得好 市場做得好 你的品牌應該做得好 品牌做得好 你又可以請到好人 我覺得這幾件事 就是這個 再加上你自己的胸襟 等等 還有這個 長遠一點 對一件事 或者對一個形勢 長遠一點的分析 我想這件事比較重要 馬教授剛才提出 就是要請聰明的人 也有危機 就是怕自己的地方不補 你擔不擔心 我這麼多年來 我都沒有擔心過這件事 這不是我自己的自信 而只不過就是說 當你自己是勤力去做 慢慢慢慢你就會 積聚了很多知識的財富 還有就是當你處世比較深的時候 慢慢你就會懂得運用 那我自己覺得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一度要提升自己 你要覺得就是 你下面的人做的事 做得好的事 你不應該再走去做 愈強愈強 就是你 他又做了一樣 你又做了一樣 那你不讓他發揮 每一個人做事的方法不同 那你要自己找 在有什麼其他的空間 再發展你自己的能力 去幫助公司去發展 那當你下面的人學的東西 和你自己發展的東西是不同的時候 下面的人就會覺得 我還可以向這個老闆再學一些東西 變成在一個過程之中的時候 就一直會慢慢把公司的標準提高 但是再從商來講 公司 企業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譬如說有些人說 很直接掛勾 但我相信做生意不會這麼想 既然大公司賺了這麼多錢 應該利潤這麼多 為何還要裁員 讓社會上有多一群失業的人 其實這個論調就是 裁員不會是一個很好的 當你的環境 經濟環境好的時候不會發生 是當你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 才會發生 其實我不說大部分公司 我就說我自己做過一些公司 就是當你一間公司 是說要去 因為要節省這個成本 要去裁員的時候 到底你是怎樣做法 第一件事 最重要 你是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把傷害減到最低 但是我想Fred也知道 當你是一間國際公司的時候 他說要裁員的時候 如果你不做 你不做他會找別人來做 對… 很多事情不是受你本地的分行控制 但是如果你自己 也不負起這個責任就是說 因為我對這個地方 或者我對這間公司 我特別熟 而我能要把這個裁員的政策 是將它的傷害減到最低 而去做 而你自己就說 你可以說 我不想去做這件事 我不想去做壞人 這個是很容易 但是他可能公司 派另一個人來 對你的地方 對你的地方的分行 完全沒有感情 他就大刀闊斧地去做 可能傷害更大 所以就是看看你自己 可不可以扶起這個責任 去把這個傷害減到最低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不是容易做 可能做完之後 你盡了你的心機去做之後 都可能被人罵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你的良心 我不能夠去 有沒有盡力 沒有人能夠可以去 你也不可能要求 每一個人都去同情你 或者是體諒你的做法 那你自己對得良心 睡著睡覺 那不只可以這樣 我看過一個報道 不知道 你可否證實 或者否認一下 就是 你轉來這間銀行做之前 那間銀行 聽說要解僱人 你又很不滿 覺得不對 結果就憤而辭職 這個報道 我還記得很多年前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頭版新聞 在某一張報紙上 這個說法是否正確 不是全部正確 是有些正確 有些 這次真是在你的口裡 親口說 這個報道是否正確 為什麼我說是有些正確 我是不同意做法 但是就是 因為影響了很多同事 對 另外就是那個 那個做法就是 剛剛是一些節日之前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是不是需要到這麼急呢 很影響情緒 很影響情緒 對 第二件事 但是我說不是完全正確 就是 我作為一個 那時候也是一個 首席的身份 我不會是因為一些 某一件事 突然之間會去 就是那個 去辭職 去辭職 你不可以這樣 當然了 所以我看報道的時候 我也自己做過這麼多私營機構 我也覺得那個報道可能是 有一點問題 但是呢 有沒有影響 對我有沒有影響 是有影響的 是可能是一個因素之一 是 在裁員的經驗裡面 可能名單裡面 有一些都是你 就是好朋友 會不會覺得很難受 或者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歷 有 有 其實呢 就 在那間公司裡面 如果你要作出一些平衡的時候 你要最重要就是說 這個員工 對那間公司有沒有盡力 當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可能他連累的不是自己 可能連累了自己的部門 那 你連累到自己的部門 你連累更多的人 可能連累更多的家庭 那當你作出一些這樣的 就是要作出決定的時候 你始終從頭到尾 你都要覺得就是說 到底在他那個表現上面 那個 到底他能不能夠稱職 如果不是的話 我再回頭來問 你用什麼的 如果真是一間公司 要去裁員 那你用什麼尺度 所以你做什麼都好 你怎麼都要有個 一個標準 有個標準 如果你是要公平去處理這件事 那你就要用一個 就是用表現稱職 來做處理這件事 如果你用私人感情去 處理這件事 這個是我朋友 不是我朋友的時候 那你就殉思 對 但是你自己其實在這個事業上 你還有什麼 對自己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做 我的人生的哲學 就是做每一份工作 都是在那個工作崗位上做到最好 不好 今天做這個位 就已經想第二個位 我覺得這樣 第一 你做到自己很不開心 你經常想著那個位 你不如做好自己這個位 如果公司覺得你做得好 覺得你有一個能力 繼續上去 他們自然會做這件事 我覺得你說得真是對 為什麼呢 現在很多管理人員 都坐來跟我說 說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一進公司 就想著 我什麼時候呢 坐你的位置 坐你的位置 那不要緊 好像我們黃總裁所說 你要培養人才 不可以忌財 沒問題 你想坐我的位 就明天來坐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但他不是 他想著好像自動波 一定是由這一級 上到下一級 自自然然就到了 這樣呢 這個是有問題 所以 Peter哥你說的 我覺得 年輕人真的要明白 你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 自自然然這些事情 會發生的 我和你的經驗都是這樣 在商界 我經常覺得 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去解決 而不是去逃避 你經常逃避的時候 你逃得多少次呢 當你自己的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要忍耐 你出去比賽不一定會贏 你輸了之後呢 你又回去再練習 再來 等於說你跌倒了 再起來再來 即是如何面對失敗 不斷的 沒錯 有財幹沒有品格的人呢 可能他能夠完成一件事 不過呢 就失去了很多朋友 但是有品格沒有財幹的人呢 他可以得到很多朋友 而他的財幹呢 可以慢慢培育回來呢 最終他也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他可以成功的 他可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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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辦法 即是我不可以證實到 我覺得呢 如果你是有一個心去做好事呢 是可以在你的逆境之中 幫到你的心理的平衡 無論你是做一些是說 你今時今日是給少許錢 在街邊一個乞丐 或者是你今時今日坐飛機 你是那些 有一些局勢的兒童 你可以捐些錢 或者是你今時今日 去教一些小孩子 做一些 或者是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我覺得如果你 當你心裏面有一些這樣的事情 經常想著的時候 你那個人是平衡一點的 你不會是經常都是掛著 一天到晚都是掛著去賺錢 這樣就是工作 我上個 我前幾天 和一些一班 一個150幾個小孩子 大家聊天 有大學 有大學的學生 還有一些中學的學生 他們問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有關於怎樣去做人 怎樣去面對逆境 其實我做過很多次這些 我覺得這些小孩子現在很需要 有時候他們覺得社會的壓力很大 他們有時候不懂得怎樣去處理 我覺得多些和他們談這些問題 是比較對他們有幫助 你自己有沒有遇過逆境 有 有 所以我就說 從小時候被校長打得多 那第二次認 而且 事業上呢 你很一番汪順平報清雲 也不是的 有苦自己知道 每一個人 Fred哥一定知道這些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從小時候開始 我一直都是在運動方面 我也是代表學校 他打哥爾夫球很厲害 我們要養很多肝鳴 現在他在吹水 當你運動是一個很高競爭的運動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你輸得起 為什麼呢 你出去比賽不一定會贏 你輸了之後 你又回去再練習 再來過 等於說你跌倒了 再起來再離開 如何面對失敗 對 沒錯 其實我覺得 小孩子多些運動 這個是比較好的 對他們的心理狀態 對 心理狀態 是會比較好的 關於自己面對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時候 都是在公司裏面 譬如說 或者你的上司不相信你 你做什麼都好 他都覺得你做得不夠 滿足不到他的要求 當你有這樣的情 你做工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因為你每天都會上班 很辛苦 那你就會很辛苦 這些事情有時候就是 但是那時候想著逃避 還是怎樣面對 不能逃避 要轉工 要是要轉工 其實你不能經常轉工 我經常覺得 你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去解決 而不是去逃避 你經常逃避的時候 你逃得多少次呢 在這樣的過程之中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 可以鍛鍛鍊到人的鬥志力 忍耐意志 其實我覺得現在 忍耐力是最重要的 當你一個人始終有三衰六亡 當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是忍耐力不夠 經常都想著 我現在不行 做得不好 我就是要做好它 其實很多時候 當你的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要忍耐 忍耐一段時間 慢慢再做 可能會比較好些 所以面對這樣的上司 就是要尋得住氣 你尋得住氣 做好你的工作 他沒有什麼可以再抽成你 他沒有什麼可以再抽成你 做好你的工作 他的抽成你 你只不過可能是口頭上面 或者你的工作上面 或者你 但是如果你的成績是好的時候 一間跨國公司 不只是一個上司 可以說你做得好 或者你做得不好 他有人事部 有其他的部門 都是有看著這件事 如果你的成績不好 那就不同了 那麼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但是如果你的成績好 而只不過他對你做 你日常的工作 做事他覺得不滿意 那就不同了 你經常這樣飛發 一年飛半年 太太有沒有投訴 太太沒有什麼投訴 太太沒有投訴 她知道工作上面需要的 其實她看到我飛的方法就是 其實她也不會想這樣飛 睡兩晚飛機 然後回來 即是飛機上度過 飛機上睡覺 尤其是去英國 有些會 你不可以視像 你一定要面對面 你就晚上飛機去 英國飛機多數晚上 睡覺去到那邊 早上五點多 到六點鐘下機 立即去開會 開完會之後 跳上飛機 回來 你睡了兩晚 睡了兩晚 在飛機上 然後回來 回來香港 然後去上班 飛機的基礎人員 簡直是家人 其實就是 他們 你坐的長途 他們很厲害 他們不會怎麼來犯 是 讓你睡 讓你睡 說回你家人 太太就很好 沒有投訴你 那弟弟呢 弟弟也沒有投訴 他知道 爸爸要養妻活兒 他們吃什麼穿什麼 我就跟他說 我經常跟小孩子開玩笑 有時候我搞他們的事 他就說 你不要搞我的事 我說 我不是搞你的事 我是搞自己的事 所有你的事都是我買的 我是不是覺得你很霸道 不是 他們就知道說笑 笑一下就算了 所以你對家人 子女都很幽默 是 我覺得 跟子女是幽默一點 大家聊天多一點是好 因為始終現在 學校裡面是正面膠材 很多時候小孩子 你不想做這件事 就特地去做 因為始終是有一個 教的方法不同了 我覺得你多用心 跟他們聊聊天 問一下他們的問題 或者他們自己 說一下他們的問題 我覺得最好 你最重要的小孩子 就是說 他願意說他們的問題 對 最重要是不要有代溝 我們也訪問那些人 做醫生 就很想子女做醫生 做律師 就想子女做律師 你自己做銀行業 會不會想子女 將來都在這個行業發展 我完全沒有 我任他們去發展 他們喜歡做什麼 都可以 但是我會告訴他們 就是那些行業 有什麼好處 什麼不好處 大家最重要 就是當他自己決定的時候 有一個清楚的理由 但是其實現在的小孩子 譬如說 那些小孩子做暑期工的時候 其實我跟他說 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說一定是學到什麼 但是你做暑期工 你最重要的 做對人處事的時候 找到暑期工作嗎 找到暑期工作 對人處事 你會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 一個好一點的心得 和學校真的很不同 多數是做暑期工 都沒什麼錢 但是就叫他們去做 叫他們有時擔擔抬抬抬 讓他們去試試 就是磨練的經驗 對 你覺得你成功 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說一說 因為很多人都對這方面 沒有你可以分享得那麼好 我覺得在家人方面 第一件事就是 他明白我正在做什麼 或者我面對的壓力 是很重要的 他明白了就是 有很多方面 我們都溝通得比較容易 第二件事就是 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就是我的小孩子 也都是自己讀書比較好 不需要我怎樣去勞心勞力 就說要怎樣讀書 他們自己都能夠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很幸運 太太那方面當然 她自己近時做過的事 她知道做事的 其實辛苦的方面是怎麼樣 所以很多地方她都很支持我 所以我也很多虧她 也多虧我的小孩子 她好好讀書就可以了 她很疼老婆的 經常買禮物給老婆的 很多人不知道 中國多的男人 通常都是買禮物給老婆 因為賠得很少 不是…她的禮物 全都在香港買的 全都在賣 我見過很多禮物 對嗎 對… 這是你哄老婆的方法 也不是 其實我覺得是 有時候做夫妻 都是… 你覺得哄這個字 你可以看它正面、反面 正面的 如果你正面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 哄老婆 結婚多少年了 由這個… 八… 二十多年 八二年 八二年開始 到現在 拍拖多少年了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 拍拖兩年 兩年多 兩年多 你多久 任何基本上來拍拖 我快了 我半年到九個月才會結婚 你… 我快手 因為那時拍拖拖 窮 一定要結婚 要不然再去戶口透支 死房 不過我覺得有一件事 阿菲 我覺得你 這個窮字 我覺得 有時候 我自己小時候 記得分子 開始的時候 生活都是慢慢緊 是 我覺得經過這個階段 對現在 能夠自己做到的事 或者自己能夠是 可以… 生活來說 是比較真實一點 對…我完全同意 對…我完全同意 其實有時候 我都… 在這些訪問 或者公開場合 都說過 我說 幸好 自己自小都是家貧 真的靠自己雙手 我跟你一樣 靠自己雙手 做事 到今天 所以我完全認同 看起來 有時候 我說過一次 我去了這麼多旅行 最回美旅行 你猜是甚麼時候 就是我和太太 結婚不久 我們用500元 去加拿大、美國 玩了兩個星期 很多年前… 這個是70年代尾 500元 住一間酒店 在滿地河 18元 加拿大市 那張床 躺在去 是V字形的 那條腰骨 幸好那時候 年輕 腰骨還頂得順 但是… 因為你經過 這麼艱苦的時候 尤其是兩口子一起拼搏上來 看起來 其實是很開心的 是 所以我可以深深感受到 你剛才那份 但是你又如何 應用這套人生哲學 在你兒女身上 他現在是很富裕的 生活也是 要他做些單單抬抬的事 要他出去做工的時候 做些… 餘工 甚麼都做 還有現在學校也很好 學校有很多那些 好像每年一定要做義工 每年都要去第二處 有時候去泰國等 幫人砌房子 是 給人建房子 幫人建房子 這些 讓小朋友知道更多 他們現在是多幸福 是 我們現在這一代 普遍來說 是比較幸福 是 他們應該要珍惜他們所有的一切 今天很感謝Peter 真是百忙之中 接受我們訪問 你想想他一年 有一半日子 人不在香港度過 是 所以這次的訪問 安排都是 經過很多同事的努力 才能安排得到 但是他付出很重要 因為像我那些六十後的人 去到世界各地不同地方 一落機或一落車 一看到這個銀行標誌 就很放心 對 很有感情 是… 謝謝Pete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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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東勝這個名字 在銀行界響當當 而市民也很認識他 今天他跟我們分享了他自己的成功之道 亦都對香港很多事情發表了一些意見 我相信今天看這個節目的年輕人 從一個這麼成功的銀行家身上 一定是會有一些很好的啟發 我們經常看到別人成功 不一定知道他怎樣成功 甚至知道他怎樣成功 又不一定能夠應用在我們身上 今天的嘉賓的分享 既具體又實用 我相信黃東勝先生將來要做老師 一定是一個好的老師 謝謝